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朋友身上吗 他家人身上吗 就是住进去 到去火箭堂 就九十六个字 就没了 人就没了 人前我们在一起 吃饭喝酒 平衡的 就是 她父亲现在也隔离了 母亲好像也差不多了 更短了 现在走在这边就是 如果是晚上这个东西 基本上就是 在你们 在团队 整体的意思吗 我说我之前看到那个视频 就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女士讲的吧 她说她看到那个什么 人还没死呢 都放到那个丝带里边去了 很多人在质疑这个问题 真的会这样吗 大年初三 大年初四个晚上 让 我的朋友去汉口宾馆 发了一个视频 算这个炉子 算后来六个 宾馆 还只想加班 我就知道这个事情很厉害了 这个事也是一样 而且我的朋友也很负责任地告诉我 她说你们俩不要出去 因为我都 她们是送她的去 里面 去俩嘴家 昨天死了之后 怎么 人家就处理后 对了 我又当中拍到这些东西 因为 这事情也在我手机里面 现在 我已经过去了 我现在也被我底下人 我怎么活下去啊 但是她看到的都是去世的嘛 都是烧的 没有那种 还没有去世的是吗 反正她问了那个 经理网的人 开到炉子里面有叫声 因为是晚上 她听到那些叫声 在炉子里面发出他的叫声 太恐怖了吧 那这视频可以给我吗 我不能 因为失败 都在那个门口 有几个垃圾都追满了 都有视频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活下去 所以 我们可能在一区就是大医区 我们现在在大医里 下个我们就成了烂医 对吧 有了就成了庆医